加油 美術 愛日子 屏東市紫鄉竹坑部落長者 勇士歌舞蹈歡慶 因為部落引頸期盼的文化健康站 在14號正式接牌起用 正式接牌 竹坑部落文件站 提供週一到週五的長者 簡易健康照顧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營養餐飲及生活與照顧諮詢等服務 給予部落長者可精心 且具文化性的專業照顧服務 自從我大陸進入這個文件站之後 我就發現到它的優度好處 對我們每一個人 尤其是我們人的血管 有動漫 有症漫 在饒我們身體上 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些訓練 做一些運動 但是在文化上 你是我們的導師 所以在這個文化健康 你們要傳承你們的文化知識傳統 給我們的下一代 屏東縣自111年 三立門鄉的德文文件站接牌後 原鄉地區長照服務的部件率已達百分之百 但其中有五個是部落關懷據點 平仙府近兩年積極輔導轉型為文件站 而竹坑是原鄉最後一個轉型的 也是屏東縣第74個文件站 青年的子弟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 照顧自己的長輩 那後續在原鄉 我們也要來成立安養的機構 讓不是那麼健康 需要更多照護的長輩 得到更好的安心的照顧 原住民族健康法的一個完成三堵 未來在原鄉 我們的下一個里程碑 就是要來設置原鄉的安養機構 去補足過去 我們僅僅透過居家照顧 以及家庭作顧站 這樣的一個不足 屏東縣自2014年起 積極推動一村一據點 一鄉一日照政策 縣政府跨局處 共同培立部落在地組織 承接文件站 讓長輩聚集在一起 健康動 營養吃 樂離學 也增加了在地的工作機會 如今屏東縣第74個文件站設立 完成了最後一領路 讓屏東原鄉地區的社福網絡 更加縮密與完整 竹康文件站站站站站站 原始兄哥舍 屏東獅子採訪不到